我们十天以后再见 起来请小双 然后开始 倒入 日本的不要 小双 就吃好 后面开始 炒到 JOE 可以在下吃 一起吃 毕竟 火 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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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那种一摸就很痛的那种笼包 还蛮大的 针对那种里面有白色浓点的包呢 我擦的理肤全的地乳 比较轻盈的乳液质地 晚上睡觉之前呢 把它厚涂在你长肚的地方 刚抹上去呢 会持续的刺痛一段时间 大概五分钟之后就没有那么刺痛了 根据我的实际经验来看 一周左右豆豆就会干点下去 注意这个只适用于局部的小范围的带浓点的豆 然后后面到了11 12月份 我就发现我的豆 前面的豆还没好 后面的豆又长起来了 这个大概是11月份的时候 下巴红得可怕 就开始反复的冒豆 摸起来硬硬的又红又痛 我就去咨询了一下医生 才知道我长的是挫疮 这个时候呢 我就在药店里面开了这个药 克林霉素凝酸止凝胶 这个呢挤出来是透明的凝胶质地 使用方法呢 是早晚洗干净脸之后 薄薄的涂在长痘的地方 挫疮的反复发作跟个人体内激素以及细菌感染都有关系 所以大家不要光靠药物治疗 还需要多注意个人的习惯和饮食 但如果有油门 你们是大面积的长痘 还是建议你们去医院咨询专业的医生 说完长痘痘呢 再跟大家唠一唠如何对抗痘印 再痘痘好了 干瘪了之后呢 下巴的皮肤会有一些起皮和泛红 甚至出现一些发生的痘印 这个时候呢 我就用这个 理肤全的B5面霜 挤出来是非常浓郁的乳白色质地 它闻起来没有什么味道 我一般的使用方法就是把它厚涂在那一块皮肤 然后五分钟之后把它洗掉 当做一个面膜去使用 因为我本身的皮肤属于一个混油皮 毛孔经常出现油脂分泌旺盛的情况 所以呢 这个不适合我过夜敷 如果你是干皮的话可以尝试过夜敷 它里面还有牛油果树的果汁成分 保湿修护能力很强 但使用不到呢 还很可能造成焖痘的情况 最后呢 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自从去年10月份长痘以来呢 到现在才算是真正的画上了一个句号 其实在这期间呢 更需要大家注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心理方面的 精神方面的 嗨 朋友们 我今天呢 要来夜叉我的新剥肉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夜叉 不知道能否成功 这个盒子呢 就是吃饼干剩下的 这个泥土呢 就是最普通的土 泥土准备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来掰一点这个多肉上面的叶片 就从最下面根部的拔起 长这样的 把这个叶片呢 就放在这个土的旁边就好 据说呢 是不用插到土里的 但我还是决定这边的插 然后这两边的都不插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跟网上说的一样 这样就可以啦 然后保持土壤的湿润 我们十天以后再见 记得把它放到一个阳光不能直射的地方哦 现在吃橘子呢都有个习惯 就会把这个橘皮完整的包下来 把它风干之后呢 变成了橙皮 炖菜的时候可以放两片进去 中午好呀 朋友们准备来做一个炒饭 这是我准备的食材 素材就是洋葱加土豆 先把它们都切成小冰 要炒进去的肉呢 是香肠 不过我刚刚用菜刀发现不好切 因为我已经把它解冻好了 所以呢 我打算用这个剪刀 把它剪成一块一块 剪碎 准备就绪 可以开始炒饭了 剩饭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开火加油 放冷冻蒜末 蒜末已经香了 我们先放洋葱 这是我新买的硅胶锅铲 跟我这个锅还挺搭的 都是灰色 洋葱一点焦黄 我们下土豆 加一点生抽 加一点水 水 水差不多快干的时候呢 土豆也熟了 放肉丁 现在可以加米饭啦 因为肉丁变色了 加一点老抽调色 加一点泡菜进去 今天的炒饭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 泡不及待的来尝一下 绝了 原谅我迟早越来越不丰富了 但真的就是绝了 这个炒饭呢 就是酱油炒饭的味道 加着泡菜的酸辣味 这个味道呢就是你即使不放肉也会很好吃 这种芝麻脆海苔大家可以用来拌饭 盖饭都不错 就是开封之后一定要赶快吃完 在某宝上面呢 十几块钱就可以买到超大一包 跟大家分享一个宿舍省钱午餐大法 在某宝上买一袋十几块钱的脆海苔 在学校食堂打一份白米饭 直接把脆海苔加入白米饭的袋子里 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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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了海苔饭团 月末吃土的时候可以试一下哦 好烫 其实之前大家有跟我提一件说 为什么吃东西的时候会一直看着镜头 在这里呢 我想跟大家小小的说明一下 因为我的相机是佳能机器X Mark III 但是它对焦能力特别的差 因为它经常对不上焦 所以我就得时不时的看着屏幕 不过大家的建议我也有收到 之后我会吃东西的时候尽量少看镜头的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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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降降温 降降温 嗨 朋友们一起来拆一下刚到的两块地 最近我的速溶咖啡喝完了 我又新买了一个这个味之素的速溶咖啡 这个是蓝白版的 好喝的话再跟大家分享呢 这个很沉 这是我买的一口铸铁锅 买的是这一家的 光一个盖子就已经很沉了 哇 好漂亮啊 这个盖子很有质感 送了个防烫的手套 里面就是这个小白锅 嗚呼 好漂亮呀 里面呢是黑色的内打 白色的造型 底部是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普通的光面 真的很沉 我的锅真的好美呀 会好好用它来煲汤的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红茶 超级好喝 这个是我最新买的一个补货 它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 我买的是这个口味 伯爵红茶 世界上最好喝的茶 早上好朋友们 今天早上我来试着做一款蛋糕 融化的黄油食可 刚刚把剩下的一碗牛奶加进去 然后不太好溶解 就把它底下加了个热水 这样应该好溶解一些 下一勺这个是糖霜 过筛一下 准备开始烙饼了 这个是我自制的晾凉架 这个底下呢就是一个普通的托盘 上面呢这就是我烤箱里面的那个架子 正好拿来用 紧张到时刻到了 从来没有做过可地饼 或者说是千层 不过咱们这个面糊还是很细滑的 我相信应该会成功 边缘已经开始起泡了 就差中间一点点没有变色的地方 怎么感觉做出来有点像鸡蛋饼的感觉 这一盒呢是200克 再放一些糖 决定换一个容器 因为这个敞口的实在是不好打 终于有一点奶油的形状了 蛋糕差不多就弄好了 现在就是一个非常裸的状态 我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盘子里去 再把上面最后进行一次平整 好了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 晚点再看看吧 嗨朋友们我下班回家了 现在蛋糕已经冷藏了一天的时间了 现在来简单装饰一下 这个呢是我们从贝贝南瓜的囊里面掏出的南瓜籽 用55度左右的温开水给它泡一泡 这个呢是我提前准备好的一个塑料盒子 把它垫了一张性湿润的纸 然后把泡好的这个南瓜泥放在上面 不知道会不会发芽 其实我也没啥经验 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也不知道会不会发芽 我们拭目以待吧